男子被困机场9个月吃喝拉撒都在这儿 还和空姐谈恨恋爱本期立歌带来电影《幸福终点站》 机场一个路人经过的落脚点人人都只是在这里片刻的停留 便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可这一天来了一位男人他叫维克多 是一位克罗西亚人他的目的地是美国 可在飞机抵达美国时他被告知 自己的国家正在经历战争发生了政变 更替了领导人他无法被承认公民身份 只能被迫带在机场等待行事的发展 维克多只懂得一点点英文 在这里他无法流利地与他人沟通 而且在等待的过程中他的行李还被偷走了 好在机场的官员弗兰克允许维克多在国际国境休息厅休息 于是这个地方67号登机口被维克多当作暂时居住点 维克多用椅子拼成一张床在上面睡觉 夜里维克多还在担心自己国家的处境 当飞机停靠时的灯光透过玻璃打在他的脸上时 他连忙起身做投降状 发现只是灯光时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机场的电视在播放新闻 克罗西亚因为战争 很多人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维克多十分难过 他无助悲痛 可用什么都不能做 他只能流泪 却无法改变现状 可见在维克多心里 国家之高无上 他十分爱国 其实维克多与美国只有一扇门的距离 但他收到指令 在机场等待 他便乖乖地等着 他以为事情很快就转机 很快就能够得到解决 但事实上 他的问题不但没有被解决 他还被弗兰克盯上了 弗兰克看过太多太多不守规则的事情了 他以为维克多也是这样的人 守着监控 希望能抓到维克多逃出那扇门 可是维克多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弗兰克以为维克多胆子小 害怕站岗人员 于是他还不怀好意地告诉维克多 在中午十二点换岗的人就会晚到 暗示维克多可以趁此机会逃走 但是维克多最终还是没有迈出那道门 维克多依然在等待 他生活在机场里面 像是一个荒岛 尽管人来人往 但没有人跟他站在上边 他在67号登机口睡觉洗澡 可是人能生存下来靠的是解决温饱问题 他没有钱就无法吃饭 很快维克多想到了办法挣钱 他在机场帮别人将推车归位 每个推车会返一个硬币 于是他赚到了三个硬币 去了汉堡王买汉堡 虽然他只赚到了三个硬币 但是还是把找零的一块钱 作为小费给了收银员 维克多自己身处困境 仍然能保持自己绅士的体面 但好景不长 机场出现了专门负责整理推车的员工 维克多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继续赚钱了 这时运餐小哥找到了维克多 因为维克多想要进入美国 就经常需要盖章 能跟盖章人员托雷斯小姐接触到 他想让维克多帮助自己追求托雷斯 就这样维克多帮运餐小哥追求爱情 运餐小哥给维克多食物 很快他们便成为了好的朋友 一天维克多照常去询问托雷斯的喜好 对讲机却响起了弗兰克的声音 他告诉维克多自己有一个办法 能让他进入美国 就是让维克多申请政治避难 只要维克多亲口承认自己害怕自己的国家 就能申请到政治避难顺利进入美国 可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当中 维克多选择了国家 不论弗兰克如何诱导他 他的回答始终是no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维克多待在机场的时间越来越长 通过送餐小哥的关系 与其他人员的关系越来越好 他们在一起打牌 问到维克多每次随身携带的罐子是什么 维克多只是神秘地说是爵士 其实那里面是他父亲的梦 弗兰克的上级领导来机场巡视 弗兰克想把机场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于是他把维克多关了起来 不允许他随意走动 但是意外发生了 一位俄罗斯人携药物进入机场 机场人员打算没收他的物品时 俄罗斯人情绪高涨 意图用自杀来保护自己的药物 由于语言不通 加上俄罗斯人情绪激动 现场没有人能跟他进行交流 弗兰克无奈之下 只能找到维克多来做翻译的人 在中间进行沟通 维克多与俄罗斯人进行了简单的对话 他得知这个人带的药 是要拿回家给自己父亲治病的 并不知小携带药物是需要当地勾药证明 父亲的病情不能没有这些药 于是俄罗斯人跪下来请求弗兰克 不要没收他的药 但是认为规则至上的弗兰克 并不为此心软 命令保安将俄罗斯人带走 维克多看过机场的规则 知道如果药物带给动物 便不需要证明 在最后一刻 维克多用他的聪明保住了俄罗斯人的药 他告诉弗兰克 药物是给山羊使用的 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 弗兰克在上级领导面前出囚了 他把一起的怒气都迁就在了维克多的身上 发誓不让他踏入美国半步 维克多依靠自己的本领 在机场找到了工作 他成为了一个建筑工人 在这期间他见证了送餐小哥和托雷斯的婚礼 遇到了空姐艾米利亚 两人相互倾心 知道了清洁工原来是一个印度的逃犯 最后在一个夜晚 维克多在艾米利亚眼前 打开了一直戴在身边的罐头 里面装满了父亲喜欢的爵士乐手的亲笔签名 但是并不完整 还差一个人的签名 可是自己的父亲没有等到那最后的一个人的回信 便去世了 所以维克多为了实现父亲的愿望 才来到这里 才会发生这么多后续的故事 他承诺自己的父亲 一定会将最后的乐手的签名 放进那个罐子里 就算在机场苦苦等待九个月 就算中途坎坷 百般阻挠 他也要做到 祖国科罗西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这意味着维克多可以恢复自己国家的身份 可以进入美国了 可就当维克多坚决地告诉弗兰克自己要去美国时 弗兰克以他的朋友来威胁他 不允许他进入 在朋友和个人利益中 维克多选择了朋友 就如同上一次 在国家和个人利益的选择中一般 维克多放弃了自己的利益 当清洁工知道维克多放弃去美国的原因时 他义无反顾地拦住了飞机 他不愿意让自己成为维克多离开的原因 于是他对着维克多大喊 我要回家了 你也快走吧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维克多离开了 他迈着坚定的脚步 带着全机场员工的祝福 跨出了那一步 他终于进入美国了 这也代表着维克多的等待 迎来了他的终点站 也许有人会问 那个空姐艾米利亚 最后有没有和维克多在一起呢 答案是没有 艾米利亚选择了其他男人 而维克多始终会祝福他 对维克多而言 幸福并不仅仅是和爱的人在一起 更应该是自己爱的人 比自己更幸福 相比自己的爱 我更喜欢大爱 那种永远把别人的事安排在前头 永远把个人利益 搁在后面的人 才最值得到达幸福的终点站 在有限的生命里 希望你我都能够找到 自己幸福的价值 最后到达幸福终点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立歌 原作登展 照亮你心 麻烦